這個動作,1到20 你可以先輸入1跟2,然後再向右填滿就好了 它這邊等差 自動,或者是你按下Ctrl鍵 印象中,按一下 應該也可以自動產生到20 利率部分的話,你輸入0.125百分比 然後小數點的話,如果沒有出來,你自己再增加小數點 然後0.250,然後把它選舉起來往下 到7%就可以 如果說我今天要試算出其中一個,可以向下向右呢,自動完成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,第一個 我們的公式商品已經有本利盒等於什麼 存款金額,所以這邊的話等於什麼 這邊直接乾燥上面的公式等於這個 B1,然後呢,再乘上什麼 乘上刮弧 1加上什麼呢 加上那個利率,利率在這裡 然後呢,刮弧之後 然後 幾次方,記得往向上 Shift加上6 這個意思是幾次方的意思 那 這是其數 幾次方 那就B3 打勾之後的話,那我就算出來 如果存多少呢 各 100千萬 50萬的話 一年之後這樣的利率 0.125的話 就是 有這樣的金額 那當然我現在往下 往下,往右的話,你會發現 答案應該是錯誤的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的往下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要把 B1給鎖住 對不對 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金額一定要鎖住 第二個的話呢 1加上什麼呢 A4 B3 那我講過 有沒有 其實最 你 我講到你了 我講到你了 谢谢大家